盧比颱風在剛剛的時候已經轉為強度颱風 受到盧比外圍雲汐的影響 東北部地區還有北部山區 從明天開始就會轉為有短暫雨的狀況 我們現在看看氣象局的最新說明 然後12號就是北部南部 現在陸境是不是比較偏 要偏西方向移動 前一兩天它是因為受到北方的朝鮮影響 所以它比較偏偏方向行徑 不過在今天之後整個朝鮮影響程度檢落之後 它已經慢慢有轉為偏西方向行徑 也就是說未來它會以偏西方向 朝巴塞下一代前進 所以現在對臺灣影響變小? 它在21號的時候 它的整個中心會逐漸接近臺灣附近 那我們預計21號到23號這段時間 它一直主要受到這個颱風還有東北極風的影響 所以在整個風雨在21號以後開始增強